云南年假首日路上一早就起爆 南響车流涌现 尤其国三通宵到院里路段 已经止爆 时速只有14公里 苏华改清晨6点开始 车子排排站 平均车速只有30公里 宛如大型停车场回堵长达3公里 警察也忙着指挥交通 车流停等的尾端 目前自苏华新站前楼约有3公里 预估中午过后 车潮才会逐渐舒缓 不过宜兰雪岁外 29号晚间也发生一起连环车祸 国武南下15公里路段 有8辆小客车撞在一起 车头车尾全毁碎片散落在地上 造成一男四女共五人受伤 送医后意识清醒 只是民众把握假期外出跨年 最好要留意九大低垒路段 包括国义南下杨梅新竹 彰化道浦岩系统 过山南下土城关西 快馆雾峰 以及国武南下南港到头城等路段 都要留意车斗用色 国义的话会是杨梅到新竹系统 用色的情况可能会持续到 下午的3点左右 国道3号木柵 还有南港系统这个路段 有一些排队要进入国武的车流 高工局也寄出暂停收费 开放路间 以及不同时间的封闭管制 预估首日交通量 会比平常还高出1.3倍 而说了国内旅游 不少人也趁假期往国外跑 桃园机场连假第一天同样塞爆 预估客运量有将近12万人次 即将应接2024 就怕出油塞在路上 提醒民众出门抓号时间 避开车潮 记者于盛行陈明轩台北宜兰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看